迎接重阳节向高寿长辈们致敬 苗栗县九阳雅籍艺文学会的会员 联合了头份施工所 为全市二十二位的百岁人瑞 克制书画艺品 要祝福长辈福寿双全 并且能同步推出了会员连展 意欲画镜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年度的最新创作 迎接一年一度重阳节 也是九阳雅籍艺文学会会员们 推出年度作品连展时节 今年已是第五年 与头份施工所合作 为全市二十二位百岁人瑞 克制书画艺品 以天元地方福寿双全为主题 百岁人瑞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崇高的年龄 那我们用一个喜气的祝福来祝福他们 主要就是以祝寿有含义的这种绘画 那个寿制是有很多种的变化的写法 所以谢谢九阳书画家们 他们无私的奉献 把他们最拿手的项目提供出来 为这个崇阳节人瑞们祝贺之意 今年祝福人瑞高寿的克制艺品 有三位书法家加上五位画家联合创作 花了至少半年时间筹备 以个人艺术专长 参加全市重阳敬老活动 市长感谢九阳雅籍学会成员们热心工艺 全市老宝贝们收到这项特别大礼 也都很欢喜 花开富贵 还有花一些的梅 梅花 橘之类的 让他们放在那里 叼杜鸡 卸主松阳时节 提供老宝贝老他家人讲 你这个画作一定要好好的珍藏 因为你得到大师的莫保不容易 所以说大概这样的戏 看到我的世界叼杜鸡 我会说家人家就有欢喜 还有百姓婆说 百姓公公 嗯 请欢喜 除了为高手长者祝福创作之外 九阳雅籍今年会员作品连展 取名《抑郁画镜》 有24位会员 展出包含彩末 书法 陶艺 版画 摄影 等九种媒材的年度最新创作 共52件 平均目前大概都是72岁 最年长的已经快接近90岁了 我们常常觉得说 作画或是写书法的时候 经常会摒弃您神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好像生命暂停那种感觉 所以看起来 九阳虽然年纪偏高 但是大家看起来都是还是很年轻很有活力 贾染吉日起到10月8号 在头份市艺文馆展出 9月29号礼拜天 办理开幕式 当天将举办摩采活动 送自画给幸运的民众 欢迎踊跃前往欣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